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地上生养众多起来 经文中写道 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从这段经文中 我们看到人心的骄傲 这些人 只是学会了烧砖的技巧 和做出十七灰泥 就以为可以盖出通天的高塔 以我们现在的科技 也只能盖出几百公尺高的大楼 更何况 还会遇到地震 一不小心就全垮了 而且他们想盖出这高塔 主要的就是 他们想要和神一样 让当时的人来崇拜 放在这高塔上的那个偶像 而且他们也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 这就显出人心的骄傲了 在《雅各书》四章六节中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当这些挪亚的后代 心中被世界的神 就是撒旦 弄瞎了心眼 骄傲到 以为人可以和耶和华 我们的神一样 因此耶和华就降临 变乱了人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 又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挺功了 神只用了一个方法 就阻止了一场浩劫 为什么我认为盖巴别塔 是一场浩劫呢 让我们来回顾历史一下 希特勒 在我们现代的人来看 他是一个杀人魔 但是 他在二次大战中 却是德国人的大英雄 因为希特勒在德国人的心中 盖了一座 德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 的巴别塔 不仅因此屠杀了六百万的犹太人 还在二次大战中 牺牲了五千万人 我相信 大部分的德国人 是支持希特勒的 希特勒就像那一个 出声音说 让我们来盖巴别塔的那个人 因为只要开始盖 就会有很多德国人跟着他 感谢神 在他们还没盖好的时候 神就阻挡了他们 使他们战败 不然 当他们盖得越高时 被牺牲的人 一定就更多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心中 是不是都有一座 自己想盖的巴别塔呢 这座塔的原料 就是我们骄傲的心 如果当你决定要盖的时候 我恳求神 在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打乱你 一切的准备 因为当你还在盖的时候 神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 出手阻挡你 因为越早阻挡你 大家的损害就会越少了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常在这世上被迷惑 甚至去迷惑别人 来跟我们一起盖 最骄傲的巴别塔 让我们陷入灭亡 而不自觉 求父神常提醒我们 或阻止我们 有骄傲的心 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